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 《漫長六點焦點短打》 我是今日主持呂昌冷 蒙古戰爭二霸衝突 完全沒有緩和的跡象 美國引火燒身那麼久 終於都開始急了 近日美國國防部宣布 對烏克蘭提供最新一批軍援 總值2.5億美元 即是大約19.5億港元 但美國官員就不斷重生 如果國會再不通過撥款 美國緩污的庫存將會用盡 這樣將會是最後一批對烏克蘭的軍援 另一方面 美國亦都不斷軍援 以及賣武器給以色列 衝突至今超過兩個月 美國已經向以色列運送超過1萬噸的軍事裝備 而近日以色列國防部 又從美國追加採購近28億美元的軍事裝備 今次是美國第54次對烏克蘭提供軍事裝備 但面對著雙線作戰 連美國都開始吃不消 國內亦都開始有聲音 反對繼續無限量為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拜登政府希望國會批准一個1,10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法案 當中有超過600億美元的援助提供給烏克蘭 140億是給以色列 其餘就用在其他地區 不過共和黨就反對這項要求 共和黨人希望將邊境移民政策和援污的要求捆綁 即是民主黨要同意加強美麥邊境管制 收緊難民政策 要將更多的錢用在邊境政策上 共和黨才會同意援污 這是一方面 共和黨希望借勢推動邊境政策 另一方面就是將資金更多地用在本島政策上 而不是再無條件不斷送錢去烏克蘭 俄烏戰爭陷入膠著 烏克蘭憑著歐美提供的裝備 勉強跟俄羅斯打成軍勢 但一旦援助中斷 烏克蘭就會骨牌式倒下 這意味著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隨時會淪為棄卒 早前扎蓮斯基就親自去到美國 遊說國會議員 但共和黨就不領情 共和黨的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就說 沒有適當的監督 沒有戰勝俄羅斯的明確戰略 沒有美國國民應得的答案 在他出任議長的第一天就已經表明 增加國家安全開支撥款的首要條件 是優先應該處理美國國家安全 俄羅斯是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國家 包括糧食、能源和軍事上 有打長期消耗戰的優勢 美西方希望制裁俄羅斯 激起當地人民反對政府 亦顯然沒有作用 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民意支持 仍然很高 拜登政府在俄烏戰爭得不到甜頭 另外又身陷尾巴衝突的泥沼 原因就是以色列完全不受控制 雖然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意願相當高 但以色列對加沙的無差別襲擊 已經引起了國際反對 根據加沙衛生部說 目前超過二萬一千名巴人身亡 甚至連拜登都明言 要求以色列要改組他的極右翼政府 我們之前都介紹過 以色列的極右翼政府 當中的國家安全部長班吉維爾 長期支持猶太恐怖分子屠殺巴勒斯坦人的行為 裁長斯莫特里奇更加明言 所有巴勒斯坦人最好離開加沙 因為以色列不會接受加沙的存在 以色列政府目前就是被這種極端分子把持 拜登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在23號通了電話 拜登說是二人的私人對話 又說沒有要求以色列停火 但就有要求要確保平民的安全 至於兩個人的私人對話關於甚麼呢 拜登早前的公開講話 我們可以一探究竟 拜登早前公開地說 內塔尼亞胡要改組政府 因為以色列目前是有史以來最保守的政府 他們不想要兩國方案 拜登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但以色列正在失去全世界的支持 所以內塔尼亞胡必須要改變政府 拜登政府明顯對以色列失去了耐心 以軍不斷無差別攻擊加沙 那些異童無家可歸 失去親人的片段和相片都令人心碎 更加造成民意有所動搖 當然美國的友太人影響力巨大 美國不可能不支持以色列 但2024年就是大選 拜登要令以色列做一些改變 來回應民意的憂慮 但以色列顯然不領情 萊塔尼亞胡公開說 以軍會作戰到底 近日也加強對加沙中部難民營的進攻 以軍一步一步將加沙巴爾斯坦人 迫向更小的生存區域 逐漸實驗他們的種族滅絕計劃 美國身陷俄烏戰爭不能脫身 又養出以色列這個不受控的怪獸出來 完全是多行不義必自閉 引火自焚的寫照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 可憐的是這些國道的人民 注定都不能夠平安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 以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拜拜 中文字幕提供